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 大家好 欢迎继续过来到国旭探 刚才傅老师专门讲到 要用蓝草这个水沐浴身心 一般来说我们洗澡是洗身体 那怎么样的洗心法呢 因为蓝草本身它的香 是一种非常的纯净高雅的一种香气 非常的高雅淡雅 那么这种香气呢 你闻到这种香气的时候 一个非常烦躁的灶火 灶气比较大的一个人呢 我想他应该马上就沉静下来 使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和香气相容相和 那么一个人呢 他的很多事情是由心情所定 心心的灶和安 对同样的一个事情的处理 最后的结果 结论都会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古人呢 他讲是养心 用这种芬芳之气来安心 使自己的心呢产生喜悦 有喜悦之情 这要对健康 那就有莫大的好处了 像孔子呢 对蓝草 也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说蓝呢 有望者之气 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回来的路上 发现山谷中有一颗蓝草 在这个众多的植物之中 自己在散发着芬芳 所以孔子呢 马上停下来以后 就父亲一曲 叫伊兰曲 那么这时候曲呢 是一首我们历史上 有名的孤亲曲吧 所以呢 从孔子也好啊 从这个曲源也好呢 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呢 对味道 其实都已经找到了 他这个味道 如何进入自己 新兴的一种方法 对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呢 人们呢 已经开始理解 并且开始享用这一切了 这说到 令到我都有点想说 什么时候到花鸟 从于市场 就搞几颗蓝草 回来切一切片 炒一炒 看感觉是怎么样的 现在这个工艺还有吗 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为什么呢 第一次蓝草非常的尊贵 真的吗 现在的蓝草呢 这个 进入了商业炒作的阶段 那就非常贵了 实际上 我们花盆里边种的蓝草 恐怕没有这样一种效果了 是吗 那一定要到山里边 植生的蓝草 才会更好 这样子 对 你想我现在来 喝香 蓝草还用 但是用的量比较少 尤其顺着蓝草 比较麻烦 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呢 就是说春秋战国之后呢 就是汉朝 就秦朝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 大家又是怎么样去玩乡的呢 因为秦代呢 它呢 是一个时间比较短 短暂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关于乡里这样的 可考的意识资料 不是太多 但是秦代的 统一六国 对想望的发展 却是有重要的一个作用和贡献 因为过去呢 在春秋以前呢 我们所讲到的 这种 做香的香药 基本上 是在我们总园地区 和西北地区 所生长的植物 包括兰慧 椒桂 高粱姜 艾蚝 货香 芸香 这样一些 草本为主的 这样的香料 而秦代呢 同一六国以后 中国南部地区的 大量的香药 开始进入到北方 进入到中原地区 当时从南方传过来 有些什么样的香呢 当时的香呢 主要有 檀香 橙香 在秦汉时期 檀香和橙香 已经开始来了 实际上 我们的橙香呢 最早的 蚊子的技术 在三海经 就有了 那比秦汉还要再早嘛 那时候就有了这个 关于橙香的 这样的技术 秦汉时期 政治版图的扩大 不仅仅为帝王的冠冕 涂抹出更为宏大的光环 更是中原以南的诸多奇香 嫁入汉家 这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陈香 山海经中如何记录它呢 它是否一直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你记得山海经里面是怎么讲陈香的 所以招摇之山 有木野 其壮如骨 而黑铃 黑铃 他的这个温铃呢 是黑色的 其花是照 其命远密骨 配子不密 什么意思 所以他这个 他当时的名字不叫陈香 他叫密骨 那么他 配到身上以后呢 黑死人呢 可能是精力亡胜 健康 不会是你混沌 他这个谜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在秦汉的时候呢 大家已经开始在 在使用 所以说呢 在秦汉的时候呢 大家已经可以在玩这个陈香了 陈香已经引入中原地区了 那么汉代呢 向往的发展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是中国的响炉呢 到汉代以后 形成了规制 规制化 什么意思 这个响炉这样的一个逻辑 它的规格是什么样 高度啊 重量 是金链啊 银链啊 铜链啊 它由谁来用 谁刻意用 谁有资格来用 都已经被规定出来了 要规定出来了 那么汉代呢 贺香的礼礼 已经非常完备了 贺香 那么汉代 到后汉的时候 有一部乡 第一部的乡的专制 叫汉后宫乡方 这很有意思 在汉朝的时候呢 张仲景呢 也编著了一本书 叫做《桑涵杂病论》 大家记住 是编著 而不是他写的 他其实呢 也是汇聚了古代的一些方案 包括伊尹的汤叶金法 然后汇聚在当时呢 在医疗方面呢 就形成了所谓的 桑涵杂病论 这种致病的 其实呢 与此同时呢 在香料方面 也有类似的这种 货香的这种方案 也在汉代开始形成了 所以汉朝是中国 这个文化的一个大融合 这可能跟 这个南北方的这种文化 突然又重新交融有关系 有关系 一个冲撞碰撞 一个碰撞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虽然秦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朝代 但是呢 却为汉呢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你看 隋朝和唐朝之间的关系 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隋朝 当时做运河这种事情 在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 他是暴敛天物 对人民很多的伤害 但是如果不是 那个时候打下基础 也没有后来 唐朝的这种形成 在秦代 那么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 秦家 那么也是当时 汉代的一个管员 他呢 到外地去做官了 他跟他的妇人 要 要吻别 要吻别了 那么他妇人呢 他本来想 把这个妇人带到身边 一起去到 做官的地方去 但因为他的妇人 身体不好 去不了 他呢 就从 做官的地方 给他付出了 忌惑的一些礼品 其中香 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 他记得了什么呀 有香 就是香 香品 有古清 还有铜镜 那么铜镜可以干什么 让他自己 经常倒一倒自己的形象 那么铜镜呢 可以浴腥 香可以来温性 大家看香的地位 在汉代的时候呢 是已经 在生活里边呢 那就是非常的 普及了 三国的时候 像曹操 给诸葛亮 天王在打仗 他不是还把鸡舌香 送给诸葛亮吗 所以这个故事呢 其实在上一次呢 傅老师呢 跟我们讲过 但是这个故事呢 我仍然觉得 可以跟大家用两句话 来复述一下 当时在曹操和诸葛亮 在打仗的时候 曹操得到了很好的香 他仍然透过密使的方法呢 送给诸葛亮 为什么 因为他足够尊重这个香 他认为好的香 要足够智商 和他足够尊重的人 才被使用 哪怕那个人是你的敌人 这是一种何等宽怀的凶量 这是中国的古人 好了 稍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之国学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